却说玄德见孙夫人房中两边枪刀森裂,势必皆配剑,不觉失色,管家婆近曰,贵人修德京剧,夫人自幼好官武士,居长令势必击剑为乐,故而如此。 玄德曰,非夫人所观之事,无甚心寒,可命暂去。 管家婆禀赴孙夫人曰,房中百列兵器,娇客不安,今且去之。 孙夫人笑曰,厮杀半生,尚聚兵器呼,命尽撤去,令势必解剑服势。 当夜玄德与孙夫人成亲,两情欢恰,玄德又将金箔散给势必,以买其心,先叫孙前回荆州报喜,自此连日饮酒,国太十分爱敬。 却说孙权,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,说我母亲立主,已将吴魅驾刘备,不想弄假成真,此事还妇如何? 于文大经,行作不安,乃似一计,修秘书,傅来人,迟回见孙权,全差书官之。 书略曰,于所谋之事,不想反复如此,既已弄假成真,又当就此用计。 刘备以萧雄之姿,有官张赵云之将,更兼诸葛用谋。 必非九屈人下者,于义莫如软困之于无中,盛为助公事,以丧其志,多送美色丸好,以于其耳目,使分开官张之情,隔远诸葛之气,各至一方。 然后,以兵积之,大事可定矣。 今若纵之,孔角龙得云语,终非池中物也,愿民公赎思之。 孙权看碧,以书是张昭。 昭月,公谨之谋,正何于义? 刘备起身微末,奔走天下,未尝受祥富贵,兼若以华唐大厦,子女金箔,令笔详用,自然疏远孔明,官张等,使笔各生愿望,然后荆州可屠也。 主公可依公谨之计而肃行之。 全大喜,即日修整东府,广哉花木,盛设器用,请玄德愚昧居住,又增女月数十余人,并金玉锦其完好之物,国太只道孙权好意,喜不自生。 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,全不想回荆州。 却说赵云与吴拜军在东府前驻,终日无事,只去城外射箭走马,看看年终,云蒙醒。 孔明吩咐三个技能于我,叫我一道南徐开第一个,往到年终,开第二个,临到危机无路之时,开第三个。 鱼内有神出鬼没之计,可保主公回家。 此时岁已将终,主公贪恋女色,并不见面,何不拆开第二个锦囊,看计而行,随拆开试之。 原来如此神策,即日进到府堂,要见玄德,势必报月,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。 玄德患如问之,云扬作诗经之状月,主公身居化堂,不想荆州焉。 玄德月,有甚是如此精怪? 云月,今早孔明使人来报,说曹操要报赤壁敖兵之恨,其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,甚是危急,请主公辩回。 玄德月,必须与夫人商议。 云月,若和夫人商议,必不肯叫主公回,不如修说,今晚便好启程,持则勿至。 玄德月,你且暂退,我自有道理。 云故意催逼树翻而出,玄德入见孙夫人,暗暗垂垂。 孙夫人月,丈夫何故烦恼? 玄德月,念备一身飘荡异象,生不能侍奉二亲,又不能祭祀宗祖,乃大逆不孝也。 仅遂但在耳,使备一央不已。 孙夫人月,你修瞒我,我已听之了也,方才赵子龙报说荆州危急,你欲还乡,故推此意。 玄德贵而告曰,夫人寄之,被安赶相瞒,被欲不去,使荆州有失,被天下人耻笑。 欲去,又舍不得夫人,因此烦恼。 夫人月,妾以弑君,任君所知,妾当相随。 玄德月,夫人之心,虽则如此,争奈国太与吾侯,安肯容夫人去,夫人若可怜留备,暂时辞别。 言毕,泪如雨下,孙夫人劝月,丈夫休得烦恼,妾当苦告母亲,必放妾与君同去。 玄德月,纵然国太肯食,吾侯必然阻挡。 孙夫人沉吟两酒,难曰,妾与君,征诞拜贺时,推称江边祭祖,不告而去,若喝,玄德又贵而谢曰,若如此,生死难忘,切勿泄漏。 两个商议已定,玄德密幻赵云吩咐,征诞日,你先引君士出城,于官道等候,无推祭祖,与夫人同走,云领诺。 建安十五年春,正月元旦,吾侯大会文武于堂上,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太,孙夫人曰,夫主向夫妇宗祖坟墓聚在桌郡,昼夜伤感不已,今日欲往江边望北摇冀,须告母亲得知。 国太曰,此孝道也岂有不从,辱虽不识孤旧,可同辱夫前去祭拜,亦见为父之礼。 孙夫人同玄德败谢而出,此时只瞒着孙权,夫人乘车,只待随身一应细软,玄德上马,引数计跟随出城,与赵云相会。 五百军士前哲后庸,离了南徐,传承而行。 当日,孙权大罪,左右晋士扶入后堂,文武皆散,笔及众官探得玄德夫人陶顿之时,天色已晚,要报孙权,权罪不行,极致睡觉,已是五更。 次日,孙权闻之走了玄德,急患文武商议。 张昭曰,今日走了此人,早晚必生祸乱,可急追之。 孙权令陈武攀章选五百精兵,无分昼夜,勿要赶上拿回。 二将领命拒了,孙权深恨玄德,将岸上玉燕,衰为粉碎。 程浦曰,主公空有冲天之怒,某料陈武攀章,必擒此人不得。 全曰,言敢为我令。 浦曰,郡主自幼好官无事,言义刚正诸讲皆具,既然肯是刘备,必同心而去。 所追之将,若见郡主岂肯下手。 全大怒,彻所配之剑,换将亲周太听令。 约,如二人将这口剑,去取吾媚并流背头来,为令者力斩。 将亲周太领命,随后引一千军赶来。 却说玄德,家边纵配,传承而行,当夜于路暂歇两个更次,慌忙起行。 康康来到柴桑借手,望见后面尘头大起,人报,追兵质疑。 玄德荒问赵云曰,追兵济致,如之奈何。 赵云曰,主攻先行,某愿当后。 转过前面山脚,一标军马拦住去路,当先两员大将力声高叫曰,刘备早早下马受复,无奉周都督将令,守候多时。 原来,周虞恐玄德走脱,先是徐胜丁凤引三千军马,与冲药之处扎营等候。 时常令人登高遥望,料得玄德若投汗路,必经此道而过。 当日徐胜丁凤瞭望着玄德一行人道,各绰兵器拦住去路。 玄德惊慌,乐回马问赵云曰。 前有拦截之兵,后有追赶之兵,前后无路,如之奈何? 云语,主攻修荒,军师有三条妙计,多在锦囊之中,已拆了两个,并接应验。 锦上游第三个在此,吩咐遇危难之时,方可拆看。 今日危急,当拆官之。 便将锦囊拆开,献与玄德。 玄德看了,即来车前,气靠孙夫人月。 贝有心腹之言,至此尽当时足。 夫人月,丈夫有何言语,时对我说。 玄德月,昔日,吴侯与周瑜同谋,将夫人招架刘备,时非为夫人寄。 乃欲忧困刘备而夺荆州儿,夺了荆州必将杀贝,是以夫人为香儿而调贝也。 贝不惧万死而来,盖之夫人有男子之胸襟,必能连贝。 左闻吴侯将遇加害,故托荆州有难,意图归继。 幸得夫人不弃,同志于此。 金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,周瑜又使人于前劫住。 非夫人拨解此祸,如夫人不忍,被请死于车前,以报夫人之德。 夫人怒悦,吴侯既不以我为亲骨肉,我有何面目重乡见乎,今日之威,我当自杰。 于是,赤丛人推车指出,卷起车帘,亲贺徐盛丁凤月。 你二人欲造反耶。 徐丁二将慌忙下马,弃了兵器,声诺于车前月,暗杆造反,魏奉周都督将令,屯兵在此专后留背。 孙夫人大怒悦,周瑜逆贼,我东吴不曾亏负你,玄德乃大汉皇叔,是我丈夫,我已对母亲哥哥说之回荆州去,你今两个于山脚去处,以着军马拦截道路,一遇劫掠我夫妻财物耶。 徐盛丁凤诺诺连声,口称,不敢,请夫人息怒,这不甘我等之事,乃是周都督的将令。 孙夫人赤诺,你只怕周瑜,独不怕我,周瑜杀得你,我己杀不得周瑜,把周瑜大骂一场,鹤令推车前进。 徐盛丁凤自私,我等是下人,安敢与夫人为妞,又见赵云十分怒气,值得把军鹤住,放条大路叫过去。 恰才行不过五六里,背后陈武攀章赶到。 徐盛丁凤备言其事,陈攀二将月,你放他过去插了也,我二人奉吾侯旨意,特来追捉他回去。 于是四将合兵一处,传承赶来。 玄德正行间,呼听的背后喊声大起,玄德又告孙夫人月,后面追兵又到,如知奈何? 夫人月,丈夫先行,我与子龙当后。 玄德先引三百军往江岸去了,子龙乐马于车旁,将士族摆开,专后来降。 四元将见了孙夫人,值得下马,插手而立。 夫人月,陈武攀章,来自何干? 二将答约,奉主公之命,请夫人玄德回。 夫人正色赤约,都是你这伙匹夫,离见我兄妹不睦,我一嫁他人,今日归去,须不是与人私奔? 我奉母亲辞职,令我夫妇回荆州,便是我哥哥来,也须一礼而行。 你二人依仗兵威,欲待杀害我耶。 马的四人面面相去,各自寻思,他一万年也只是兄妹,更兼国太做主,吾侯乃大孝之人,怎敢违逆母言? 明日翻过脸来,只是我等不至,不如做个人情。 军中又不见玄德,但前赵云怒目正眉,直待厮杀,因此四将懦懦连身而退,孙夫人令推车便行。 徐胜约,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,告兵此事。 四人犹豫未定,呼见义军如旋风而来,适知乃蒋秦周泰。 二将问约,你等曾见刘备佛? 四人约,早晨过去,已半日矣。 蒋亲约,何不拿下? 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。 蒋亲约,便是吾侯怕道如此,奉一口剑在此,叫先杀他妹,后斩刘备,为者力斩。 四将约,去之一缘,怎生奈何? 蒋亲约,他终是些部军,急行不上,徐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,叫水路照快船追赶,我四人在岸上追赶,无问谁汉之路,赶上沙了,休听他言语。 于是,徐胜丁凤飞报周渝,蒋亲周泰,陈武攀章四个领兵沿江赶来。 却说玄德一行人马离柴桑较远,来到流浪浦,心采稍宽,沿着江岸巡渡,一望江水泥满,并无喘之。 玄德俯首尘引,赵隐月,出宫在湖口中逃出,今已进本界,无料军师必有调度,何用优移? 玄德听罢,目然想起再无繁华之事,不觉欺然泪下。 后人有诗探曰,无蜀成昏,此水寻,明珠不障,乌黄金,谁知一女倾天下,寓意流浪,顶至心。 玄德令赵云,望前哨探传之,忽把后面尘土冲天而起,玄德登高望之,但见军马盖地而来。 探曰,连日奔走,人困马乏,追兵诱到,死无地矣。 看看寒声渐进,正荒起间,忽见江岸边,一字抛着托鹏船二十余只。 赵云月,天性有船在此,何不宿下,照过对岸再作驱处。 玄德与孙夫人便奔上船,子龙尹五百军亦都上船,只见船舱中一人昆金道福,大笑而出。 月,主公且习,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宜。 船中半座客人的皆是荆州水军,玄德大喜,不宜时四将赶到,孔明笑止岸上人言约。 无一算定多时宜,如等回去,船是周郎,叫修在时美人举手段。 岸上乱建设来,船已开得远了,蒋心等四将只好待看。 玄德与孔明正行间,忽然江声大震,回头许之,只见战船无数。 率自旗下,周渔自领贯战水军,左有黄盖,右有寒当,势如飞马,急似流星。 康康赶上,孔明叫赵船投北岸,弃了船,进阶上岸而走,车马登城。 周渔赶到江边,一阶上岸追袭,大小水军尽是步行,只有围守官军骑马。 周渔当先,黄盖、韩当、徐胜、丁凤紧随。 周渔曰,此处是哪里? 军事大约,前面是黄州借手,望见玄德车马不远,于令并力追袭。 正赶之间,一声鼓响,山烟内一雕刀手涌出,为首一员大将,乃观云长野。 周渔举止失措,急拨马便走,云长赶来,周渔纵马逃命。 正奔走间,左边黄中,右边魏严两军杀出,无兵大败。 周渔急急下得船时,按上军事,齐声大叫约。 周朗妙计安天下,陪了夫人又折兵。 于怒曰,可再登岸,决一死战,黄盖寒当立足。 于自私曰,无计不成,有何面目去见吴侯? 大叫一声,金窗泵裂,倒于船上。 众将急救,却早不省人事。 正是,两番弄巧,翻成拙,此日寒称却待休。 未知周朗性命如何,且听下文分解。